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我说得了 我们要发生了什么 我们要跟你说 我们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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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吧,用吧 用吧 用吧,用用吧 用就有了这一ести 将在华西川的 米带出版的 待合的 将在那的 其中的 因为 我所在的 这一种家庭者 阿区的犠牲者 和去的 我自己的公民 我所在的 我所在的 那很多人感到Swagحم succ Obama y respectfully 我 відumят어지 我認ав你 我去做过 我認 invari 我许你 Fora 自己 我直接 在那些ロック上地面 travelling という路ent 一用爵就裕就裕없ated 一外契 就 fait 他還是 還有 你 你 自己 別 你 你 自己 拿 你們 我 今天 接下来请主委持续轻缓而不间断的持统咒语 要跟大家接续上午所讲的 以气质进贡来累积资量亲近对战的道理 在气质当中 他每一个支分都是一一对质 烦恼的对质例如 为了要对质我慢心 所以有定义的修法 再来由于称心等烦恼分别念会不由自主的生起 所以就必须要对所生起的烦恼 带来的烦恼所带来的罪业加以忏悔 所以有忏悔罪业之 那么是否能够忏罪亲近 完全取决于是否在心上下功夫 也就是说 称心等的烦恼虽然是不由自主的生起 我们应当去看他有什么样的利害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就会晓得 原来称心会将我的内心当中 慈悲的功德完全摧毁无疑 而慈悲就是最主要的善根 也就是承办安乐的唯一之因 生生世世当中 就是正是称心 他让我们 他摧毁了 我能够获得暂时人间善去 究竟安乐伯果的因 也就是慈悲 他会将我的慈悲心 一无一漏的加以摧毁 这个就是称心的过失 他的伤害性 对于每个烦恼的相应的过失 都要一一的去加以意念 在意念之后 心里面再次的提起 慈心与悲心 如此才能够进化罪业的 如果不这样去下功夫 只是从表面上去做一些 忏悲的事情 但是心里面并没有改变的话 那么罪业是清静不了的 罪业是必须要从内心去加以调整而忏处的 变 declaration 这就没有柔来的 整改变方容 但是就是 当你像一个製生业消掉 sell证 词 变错 那您 8直投江发望重沉重的。 这是一个 6国之中的生产vs的创 прост的。 这样的双子双呢。 所以是这件案子。 这是一个�序 screws。 我找了一些东西 我有时候 如果有青年就在我心里 我做了一些东西 我做了一些东西 他们在做的东西 我喜欢这条形的东西 我会想要想要我 我会想要想要我 知道你来想要我 到陝je盖了 就是想要想法 我用这个东西 三爷 מק亮 Wayne 我上上了别了 一个地方我上要改曹 便在原olen上 职饭我心情做福地的 幽民庆幸半外培你们 要 cheeks就不用夭壽了 所以找一些您的高聖副主席 最佳那碼贵的贵是贵的 决一年了 我每天都在家磋月那里 都要有信用幽默 这是民餐家的 お留寺的 很老仍我吃了 每天都在比较 人必须有点 必定是 宣传市 人家是撤龙了,他們身體在撤龙中,她是防止,人家後身體也在撤龙中, そう他們是全部撤龙中,全都被撤龙中, 我想,你是同性소를撤龙中, 那麼當我們去考量稱心的時候 它的避害之外 考量稱心的避害之外 也應當去想稱心最初從何而來 進化稱心以後 那麼又回到什麼樣子的狀況 會曉得其實稱心背後 它的根源來自於自我 就是因為我之的關係才會有稱心的 這樣子去探討的話 就會能夠對稱心有更好的對峙 對於其他的煩惱也是這個道理的 另外呢像是貪欲跟 為了對峙貪欲跟利色心 所以修供養 利色心的狀況是 貪欲的狀況像什麼呢 比方說這個東西我也需要 那個東西呢多多益善 然後錢呢是我都需要的 心裡面一直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呢 就會讓自己的貪婪心不斷的滋上 這種心態它也是不由自主的自然會發生的 比如說有錢人 他也會有有錢人的貪心跟 他也會有錢人的貪心跟貪心跟貪心跟貪心 那樣小小一尊佛像 或者小小一封佛像 這個小佛卡呢作為獻供的對勁 就是而且在獻供的時候呢 不僅僅是自己在獻供 也應當觀想其他一切友情眾生 也同時在供佛 那即便是沒有 就是你手邊並沒有佛陀的身像 或者象徵物 那也可以在心裡面用觀想的 然後口中也是念中供養的詞句 這樣子來觀想供佛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在經濟條件上許可的人 當然還可以透過布施 這個與供養相應的行為 來改變自己的貪婪心 以及改變自己的吝嗇心 那如果說你並不是 在經濟生活上並不是非常富裕的人 不能夠做很多的布施或者是供養 但是也是可以將你日常的開銷 把它想成是利益他人的行為 這樣子也是很有幫助的 比方說在這個國家當中 在社會上面有很多的設施 是需要你去支付費用 或者說你可以支持他們的運作的 比方說醫院、學校 不管是宗教性的 或者是世俗一般生活性的這些機構 如果你需要對他們付出金錢 要有所開銷、花用的話 那你心裡面可以想 這個用途可以利益到其他人 所以願我所繳出去的費用 可以利益到其他人 放下那個我只是在支付費用的想法 這樣子的話也是很有效的 能夠作為供養的一種方式 或者說拿來對支吝嗇心跟貪欲心的 否則的話加持我們對吝嗇心都一直不加以對支 最後呢因為它是往生到惡鬼道的因 所以會因為吝嗇心而導致生於惡鬼道的主因 除了吝嗇心之外呢別無其他的 這是最主要的 所以它有很大的這樣子的煩惱 吝嗇心這種煩惱它有非常強大的力量 可是它又非常的隱微 非常的難以察覺 這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 而除了去看觀他的過患 並且做布施跟供養來對支他之外 也應該像前面觀察吝嗇心一樣 去觀察吝嗇心跟貪欲是如何而起的 也會觀察到其他的背後也是我之 在指清治adaşして不是失去 你們找白癡的 也間然說要你的課的 這種會很小愛的 因為你以為了 知識我自成就得並 在我自尊錯 finding 那意隨可 GIT 制 reasonably 還有 就是这个仰国的仰国。 就是这里仰国的仰国。 这里有一点耶穌斯坛的仰国。 这里最大仰国的仰国就是只有四川的仰国。 所以那当然那样的仰国。 那根本的仰国使有很多仰国的仰国。 那你真的好多。 那这件事。 那这仰国远方。 那这个仰国之处, 但是它们好像是黑色这样的 黑色就抗云居的 黑色的衣服 就是黑色的衣服 这些这些因为 这些浉草的衣服 这些衣服过去 这样的衣服 この人間 最時おにぎをеровして 私たちは私たちに八千年 Luis長 の人を 会し其他人に二億壮上 propio 這些人 crossing一失的esc長 東西が好き的 became好きには ゆくts 雙これは 把密imize accident いきわりきわ研究冠先生 然后 对 做 一桌 所以 对 ко 在 一桌 的 次三个肆 veoし了 你心里的那些子 你散开的时候 这起走 你皇аш子 你就是你 就于是 在哪一黑阶上 他What 我夹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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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夠 在你的家裡說,有人說,那你來給核心 只是核心地 像核心地在你 核心地有否認真 核心地 核心地在你 核心地,你問核心地 核心地還要怕核心地 核心地帶你去 你的人 再来,对峙 就是嫉妒心、竞争心要求随喜 除了要去看嫉妒心的本质 也要看其他的所有烦恼的本质 去观他的来处 看他的本质 这在对峙任何烦恼当中都是共通的 竞争心或者是嫉妒心 它可以分为 竞争心可以分为两类 它跟嫉妒心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么竞争心本身分为良性竞争跟恶性竞争 那良性竞争指的就是 不管他人从事什么样的行为 你看到他做出了很好的成果 然后觉得你就想到说 那我也可以这样做 有位者一若是 我也来这样做 然后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可以稍微比他更好一点 或者是说当看到别人做得很好的时候 也替他高兴 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向上发展 这种想法呢 就是属于良性的竞争心 可是恶性竞争 就是颠倒的竞争 就是不管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也好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也好 看到别人有好处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 他这样子不好 他如何如何 人家明明就有优点的时候 你就偏偏去看人家的缺点 然后要跟人家一争高下 这就是属于恶性的竞争 或者要颠倒的竞争 应当晓得鬼这个词 就是鬼类的这个词 其实跟竞争 他除了有词源上的相近性之外 他的因果关系也是非常贴近的 也就是说 因为恶性的竞争心 颠倒的竞争心 这样子的烦恼 他是所有烦恼当中 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一种烦恼 会导致我们转身为恶鬼 佛陀就曾经说过了 能够销毁福德之恶心已经升起 有一句话是这样子 就是说升起了会销毁福德的恶劣心念 那个恶劣心念指的就是颠倒的竞争心 就是恶性竞争的想法 他会摧毁一切 会摧毁一切福德的根本 嫉妒心的坏处就在这里 比方说别人明明做得很好 别人很有学问 他有很多的功德 他人都称赞他 但是你偏偏就看到说 你看他还有这里不足 他还有这样子的过失 别人看到的都是他的优点 偏偏你所见到 就是你要指出的 你所见到的 则是别人的缺点 别人的过失 所以像这样子的嫉妒心 是应当要嫁以断除的 普玄奥如来其言 因为我们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在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嫉妒心作祟的情况之下 会空耗我们的福德 除了今生福德会消耗掉以外 来世也会受到许多痛苦的 将来可能多生多世里面 会变得没有朋友 没有人员 或者是外相丑陋 或者一生孤苦 就是一生孤单 因为没有人跟自己往来 这些都是嫉妒心的果报 或者生在 或者常常在饮食方面有所欠缺 经济条件方面也有所欠缺 这也都是嫉妒心所导致的果报 所以这就为何佛头称他 叫做所生起的 能够消耗福德的恶劣心念 那么真正的福德是什么呢 真正的福德就是 慈心跟悲心 希望他人好 希望他人获益的这种想法 是真正福德的来源 可是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 吝啬心跟嫉妒心呢 让我们 嫉妒心跟竞争心 让我们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 反倒幸灾乐祸 反倒我们觉得很开心 很趁自己的心意 可是最终这种想法的苦果 还是会回归到自己身上 我们的福德会因此而消耗 而自己还要受到 这样子的恶业果报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提防 这种会发生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的 嫉妒心 比方说 对善法可能会产生嫉妒心 对善知识也会产生嫉妒心 有些人是对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的手足 乃至于自己的 在祖孙之间也会产生嫉妒心 各种人际关系当中 可能都有嫉妒心的存在 那我们这时候就应该要用 智慧去加以认识 这么多种形态的嫉妒 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它是多么的糟糕 然后再反过来去看 它从而来 从它的根源去看 你也会发现 其实嫉妒心就来自于自我 就是因为自我的 关系 所以我们会见不得别人好 我们不愿意跟他 一起分享这个 向上发展的果实 我们因为非常的执着 所以就看 所以就会 希望别人发生灾祸 为这些灾祸幸灾乐祸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不这样子 自我忠心的话 就秉除了 竞争心跟嫉妒心 最终获益的仍然是我们 我们应该想 它能够这么好 那我也应该 跟它一起向上发展 这样子该做好 不管是从世间的角度 或者从宗教角度来说 这样子都是能够获得福德的方法 即便你心理上 即便你实际行动上 并没有做太多的善法 但是因为你心里并没有 因为竞争心能够去除竞争心跟嫉妒心 所以呢 自然就能够获得福德 现在这种种好事 你心里并没有做好事 所以我会想到 你心里并没有做好事 你心里并没有做好事 我心里并没有做好事 我心里并没有做好事 你心里并没有做好事 他是滴下路的地方 Cammy name it 用在上面 就是老闆 我 organizations 我 teaching 麵 我心整理 不所以IC 监检求来,每个场仅 有小君子供我 captain想 这位角仅仅仅要我 描述 arena 给爸爸了 oerua,他内相找他, 您如此 您不容胜慎 身上拿他よね 真lol 您放他了 太多了 那么我的答案根本上是他在私下特别跟我讲过这么一段关于 基督心等烦恼的过世 他说,我们都说是在修行,也都说在发福地心 但是我们很多所谓的修行人在表面上做修行的功夫 可是呢,私底下明真、暗斗,很多的基督心 不管是在世俗方面的,在宗教方面的,我们都有很多的竞争心 这样子虽然说是修行人,但是将来,来世也有可能转变成为非常糟糕的 比方说,长相丑陋,其貌不一样,外境非常的糟糕 身在贫乏的环境当中,其实这些都是基督心所导致的 即便我们表面看起来是道貌黯然的样子,似乎是修行人的样子 但是因为心里面有包藏的祸心,有着基督心 所以生下来就会,将来转身就有可能是非常丑陋的人 然后他当时还装了一个很丑的脸给我看 也就是说称心就会这个样子,基督心就会这个样子 他一一的宣说了,即便是修行者,在世俗法规跟宗教法传统当中 如果不能够秉除竞争心跟基督心等着烦恼的干扰的话 那么还是会有很多的后患的 所以如果能够运用智慧去察觉基督的本质的话 我们才有办法改变基督心等着烦恼 但是这个被坎之后,在内存养的座下来 决定了一个人的经许 这是什么产生化的计划 那这个民主会议划 他本身无论的身边 寻想 我心里的 只能跟我很想起来 我终于他不过来 孩子是 我只能说 我就是 以往 你免得不断動摀馬 spir 我工作 Knights 我真的要去。 老genes Rules visualize khll了。 它是不是有甚麼話題? 你真的要因此逗留 pública屍體面? 他 hustle 哎呀呀 他把所有的战和人家的身体逼家, 他被人家共逢的来, 他被人家的身体逼家, 友谈, 我做了多余的国家的共产人家, 我跟他判断的那些所谓, 我曾经社的优秀, 我曾经社的接触, 我所在 gettin的, 我跟他过去做事件的, 就是要所做的事 就是要求有意义的谎 我认为自己的地位 在你也认为我下台的生命 到底是起来的 为自己2005年 你也认为我这些 那些威蓝金丘安装 也计划我 他的 那这些威蓝摄 那些威蓝摄 这些威蓝天都说 那是的威蓝天都爱 这些威蓝天都帅养 我传奇的人 己希望传奇 那些威蓝天都能娇 那些威蓝天都来世 以后 上车带走向左的 在我右上的 在我的手上 在我的手上 在柠檬中 在柠檬中 这个柠檬中 在柠檬中 建议樞月 注意小田 叫你 你怕爆他嘛 这就停不下来 那么不一定吗 再来为了要对峙愚痴 应当要紧转法轮 所谓愚痴主要是 不懂英国业力的道理 或者是将他置之不理 再怎么样讲解 仍然没办法产生 对因果业力的熟悉 这样子的人将来来世 即便再次转身为人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也会如同动物一般 因为他对于善恶取舍 对于因果业力的道理 是浑然不绝的 比方说丽色性有哪些危害 或者说烦恼有哪些危害 不顾因果有哪些危害 他都完全置之不理 所以他对于身边的人 对于乡里 对于社会 对于国家 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虽然他是一个人 但是所作所为 都是没办法真正帮助到他 还会遗害大众的 所以要怎么样对峙这样子的 丽色性呢 需要有何法 他如果只是按照着 俗世的一般社会的运行传统的话 他仍然会不足以认识到 因果业力的重要性 比方说他不晓得怎么样承办善意 才能够获得快乐 而他不晓得怎么样避免恶因 才能够避免痛苦 而会自然而然的持续 因为恍惚因果的关系 而造作许多的罪业 所以他一定需要懂得 正法的道理 真正要懂得因果业力的道理 那么佛法 佛法为什么会能够带来饶意呢 主要就是让我们懂得因果业力的运作规律 能够奉起因果业力 所以我们得从中得意 如果仔细去思考的话 你就会晓得说 信心是否有利益呢 布施是否有利益呢 持戒跟安忍是否有利益呢 当你晓得这些都能够给自他带来利益以后 再仔细想一下 谁说了这些如此具有饶意的 具有功德的法呢 就是佛陀所说的 然后你就会懂得意念佛陀的恩德 因为假使没有佛陀的话 我今天就不会有上述的 不是直接安忍的等的功德 那么我就将无法获得人的生命 所以这些道理 这些概念都可以在小处 去慢慢的切入 去思考 而从此对佛陀对于法产生信念 晓得他的功德利益所在 就会晓得 哦原来真的是慈心跟悲心造就了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我可以获得人间善趣的果貌 从初世间的角度来讲 长远成就佛果 这些的因子都是来自于慈心与悲心 懂得 一个人懂得慈心悲心跟叶利益果的道理的话 他才能够做到不枉人生 或者的话即便如同前面所说的 即便是一个转生成人了 但是因为愚痴心极重 所以所作所为呢 无异于动物 这个样子的话呢 他虽然有人的外形 但却不能够算是一个完整的 或者是标准的人 我们能够懂得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所在 这个恩惠仍然是要算到 佛陀身上的 就是仰仗的佛陀的大恩 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一切道理 所以假使佛陀没有转动法轮 我们就应当要劝顶佛陀转动法轮 只要众生仍然存在 众生就有佛法的需求 所以就希望 为转动法轮的佛陀 应当要转动法轮的 我们就应当 常常这样子发愿诸佛 能够转动法轮 并且也愿我们能够 遇到佛法 遇到善知识 并且呢 能够懂得法跟佛宝的 功德利益的道理 所以用这样子的 秦传法轮的修法 来对治内心的愚痴烦恼 如果这程还按照 这些草坑独立 这些草坑独立 最左有的 4万步的 这些草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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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鱼翅常常是一到五